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3月14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进入台湾本领土 长期居住在台湾本土 本岛 包括在金门 包括在澎湖 美国的特种部队以一种训练 就是军事训练员的身份 如果长期居住在中华民国本土上 性质就骤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这是美国政府 美国五角大楼公开承认的 那也就代表着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和中共大陆之间的关系 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实早在两年前到三年前 美国驻台湾的办事处的新的楼盘结束之后 就新的建筑结束之后 当时在美国驻台湾 驻台北的 应该是驻台北的办事处里面 就驻有海军陆战队 那当时的海军陆战队按照美国驻外领事馆的规格 等同化在台湾驻有 长期驻有军队 但那个概念还略有不同 因为那个概念本身在美国驻台湾的办事处当中 它相当于大使馆 它的规格也按照大使馆的概念去走的 在美国的相信的条款当中 就是对台湾的保护的六项条款当中 你可以找到它的条款上的依据 在川普的年代 就是蓬佩奥的年代 曾经先后通过过相应的法律 就是美国政府官员的 美国政府官员跟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 可以相互往来 不去顾及这里面不妨碍一个中国的原则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时间里 有关所谓的中美联合声报 中美联合声明 在习近平的年代里 没有任何人在重申这个东西 在川普的年代 在拜登的年代 也没有任何去所谓中美三个联合公告的重申 因为那是一个关键所在 那个东西呢 它就牵扯到国家地位问题 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地位问题 特别是对中华民国的排斥的概念 在中华民国使用了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词之后 在国际社会当中的环境背景就骤然发生了不一样的说法 因为台湾台独的声音你现在听起来就会很弱 因为当你听只说台湾的时候 台独的声音就会很强 当你正式的东西都以中华民国台湾而出现的时候 那中共就没有借口去讲述了 中共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会觉得很闭口 在你永远不会听到在中共的嘴中 谈到中华民国四个字 这是它最惧怕 只要谈到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不合法的 因为中华民国从来没有间断过 从来没有停止过 川普政府在2021年1月20号 转交给拜登政府 这就是一个开始跟结束 对不对 那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说把一个政府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过这东西 所以这就是它的真正的 在国际法中宪法中的地位所在 这也就变成了今天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正当性 在这一次经过美国台湾大选当中 正是这个赖清德同样坚持中华民国台湾 就有效的非常有效的立足了自己的根本所在 尽管民进党它采取的是左派的政策 所以在过去的八年的执政当中 特别是后两三年的执政当中 给台湾的普世的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真正 确实带来了伤害 所以就变成了国民党有了可乘之机 但是呢 他却拿不到关键的东西 就是总统的位置 那总统的大位是任何其他的政客所不能代表的 他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是台湾的命运所在 中华民国的命运所在 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正式启动在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长期驻在中华民国 那就出现了本质上的不同 截止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国有什么更所谓的基地的反应 我觉得它会很难 它会很难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跨度 在蔡英文执政了最后执政两年到三年的时候 那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不声张的方式 长期驻在台北 那在蔡英文即将离任的时候 五月份即将离任的时候 美国军事机构 特种部队公开宣称 长期居住在金门 那如果中共炮打金门的话 那就是向美军开展 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本质上的完全巨大的压力 最有效 最直接有效的 美国承担了一份保护中华民国的责任 保护台湾党责任 那它的名义是一种军事训练 但它的军人出现 就是一个对中华民国的 直接的一个国体的认证 因为军人 国旗 国歌 这是国家的象征 对吧 美国的军人 不得参与美国内政 但美国的军人在海外 代表着美国国家的价值观 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国家的本身的性质 所以这就是在中美关系当中 和这个 在中美关系当中 和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当中 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这篇报道来自于海外的美国的军事网站 叫做Sofreve 美国已经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那其中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长期在台湾参与训练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用的媒体是中央社 中央社把它进行了一个完整的解读 美国特种部队在台湾 直接参与持续的训练行动 是双方军事关系的里程碑 这是真正 它的基础来自于 2023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代表美国军事顾问 可以长期居住在金门跟澎湖 两栖指挥中心 他们的任务 涉嫌与台湾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 澎湖跟台湾 这就是所谓台海战争当中的索导的行动 我们跟大家曾经在战争 所谓战争的冲突当中描绘过 如果中共封锁金门 如果攻打金门 占领金门 如果中共去封锁澎湖岛 那靠海军靠潜艇 那美国人该怎么办 对不对 当然他直接威胁的是台湾海峡 直接威胁到美韩海上运输的这种通道的作用 那美国的海军应该是有所动作 但当在这种被动的背景之下 美军采取主动派特种部队长期住在金门跟澎湖 那任何中共对金门和澎湖的军事行动 直接视为对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本质的改变 合作令人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台湾陆军使用大黄蜂无人飞机 这个其实根本不重要 它的重要就是美军直接长期住在金门跟澎湖 面对中共军队 合作本身延续到有关操作指南训练手作 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已经提议遵循叫军售管道从美国采购这种无人飞机 那它里面这个军售的本身呢 有关条案的本身还在通过中 原因就是参议院所拟定的有关授权法案 牵扯到以色列乌克兰还有台湾 但它的整个那条法案呢 是对乌克兰的支持 900多亿是700多亿 里面600多亿是给乌克兰 所以美国众议院不接受 这个案就被这么停下了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提到美国人员到台湾的肩甲结构 所以这是在立法中讲的 主要主重点是在军事训练上 尚未立即有安置文官的规划 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联络小组的人员 驻扎在台湾并计划派往台湾第一特种部队战斗群 第二营A连小组 就是一个连 A连小组 我以为就是一个连了 也可能是 它一个连要拆除的话 不知道 那我相信它有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叫做战斗小组的一个基本编制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都如果明确规划出是美国第一特种部队战斗群 第二营A连的话 那已经到完全就变成了具体实施 它这个小组包括三名 包括三名美国陆军的这个叫贝雷帽部队 美国陆军的贝雷帽部队就是特种部队 所以不仅仅是这三名 那还包括其他人 但所有的军事人员都是战斗人员 不是文职人员 所以那它就针对性就很强了 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种指挥两栖 侦察营和高空特种中队基地进行联合训练 担任驻金门跟澎湖的常驻的这个军人 那这种做法就完全不同 这是出现了完全本质的改变 美国特种部队的联络小组一直在桃园 有着基地的任务协调台湾的所有美国特种部队的活动 作战部队活动 包括监督临时驻扎台湾的一些设备跟训练资源 所以这里面就扯开了它的整个美国特种部队的 在台湾的指挥中心在桃园市 在桃园市 那台湾国防部回应 所以这就是台湾媒体的问题 就是台湾国防部 中华民国国防部 在媒体当中应该规划为中华民国国防部 国军跟友军经常保持训练 年度计划进行提升训练的内容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说 基于特定行动 交流训练 不对任何评量 但在对抗中共当前的威胁时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以及对台湾的防御关系 这是我们承诺坚入叛事 所以这是关键 就是说他派特种部队 在贝雷茂 驻扎在金门 完全是武装部队的方式 这是完全军事行动 而不仅仅是一个合作 不仅仅是合作 这是就是 怎么说 此地无音三百两 对不对 国防部研究什么战略专家强调合作的战略价值 美国贝雷茂部队的防御能力 和台湾的两栖合作 增强台湾对抗入企能力 等等等等 这里就包括了金门 马祖 澎湖 跟淡水水口 这些都 这些我觉得都是次要 关键就是美军进入 直接进入了最前线 美台军事的里程碑 这是没错的 蔡英文2021年 接受CNN专访时提到 首次承认 美军40年来 首次常驻台湾 这就是2021年 当时的新的 这个美国驻台湾的 这个办事处成立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 不愿意做任何 当时的台湾国防部 不愿意做任何细节 描述 只是说按照年度安全 所讲述的 这个所谓 这就是这个 无人飞机的模型 那这就是整个故事内容 所以这就是 这是出现了本质的变化 截止到现在 中共军方 中共没有敢做任何回复 整个国际的形势 整个美国人 美国政府 军方 对待中华民国 台湾的态度 和对抗中共的 这种战略上的 这种根本性的转移 这是具有实战性的 也就是说 在国际社会中 挤压 灭视 挤压中共势力 已经成为了真正的 一种现实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